儿子 爸爸这次去工作 大概又要去几个月 你妈身体不好 你在家 要像男子汉一样照顾妈妈 知道吗 爸 你为什么总是工作 却不管我 赚钱真的那么重要吗 爸 快去 赚钱是一个懒人的责任 你长大了才会明白 他是年少成名的功夫皇帝 他是身价最高的亚洲巨星 但谁又能想象得到 一位靠着功夫成名的人 在他熠熠星光的背后 竟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而痛苦不甘 李连杰 一位功夫大师 华人的骄傲 却又与早期拍戏积累下的伤病 如今让他痛苦不已 目前 李连杰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在出彩中国人的节目中 李连杰浮肿的脸部 和暴脱的眼球 暴露出病痛 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我不是黄卫 我也不是那护眼甲 我也不是那英雄 我跟你一样 面对着要演出的时候 面对着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要么不拍戏 要么做轮椅 是李连杰的主治医生对他说的 一边是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 一边是自己的身体 无论多么成功的他 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后者 回想当初英俊小生 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又晚年只能躺在病床上 晚景是多么凄凉 而前几年在上海耗资 数亿建立的豪宅 如今也无福销售 值得沦为保安的宿舍 牺牲健康换来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什么 当昔日建树的身体 离自己远去 当健康 也成为一种奢望 多少成功人士都开始感叹 没了健康的身体 有再多的钱 有什么用 富标有钱 却难逃肝癌的魔爪 换了两次肝 还是走了 梅艳芳有钱 请得起国内外的任何专家 肱颈癌 还是把年仅四十岁的他带走了 王军瑶有钱 三十五个亿 也没有换到一寸健康的肠子 直肠癌 把他带走了 年仅三十八岁 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 曾经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名望与地位 医生却在白电风的折磨中度日 如果你正在人生路上拼命赶路 请停下你匆匆的脚步 思考一个问题吧 前三十年拿命换钱 后三十年拿钱买命 这笔账划算吗 有多少人在病床上回顾一生 都觉得亏待了自己 忽略了亲人 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前赴后继地 往那条路上走呢 还在幻想把健康交出去吗 还不想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吗 很多人拿命在赚钱 消耗了健康 最后却没有命花 健康的身体没了 命没了 钱的价值在哪里 从现在开始 如果爱自己 爱家人 就改变我们固有的坏习惯 在努力奋斗的同时 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了健康的身体 才是幸福人生的基础 假抗假抗以后呢就病了四年 四年就你这个身体体重也控制不了了 完了以后就心跳也很快 这样那现在都好了 你可以看到我没有了 说很开心 大爷啊 您微信关注一封之音了吗 一封什么 一封之音 什么之音 一封之音啊 一什么音呢 哎行大爷 我觉得您已经添加过了 脑子有病 哈哈哈哈